76岁卡米拉出尽风头 终于洗脱半妃身份 娘家地位跟着飙盛 卡米拉是个极其特殊的女眷 二婚嫁入英国王室 被查尔斯国王喜欢了一辈子 当初伊丽莎白女王态度很坚决 嫌弃卡米拉情史丰富 坚决反对这门婚事 查尔斯二婚的时候 放弃了传统的教堂婚礼 只是简单登记就操操了事 为了堵住悠悠之口 英国王室还装模作样发布了一份文件 承诺卡米拉不会封后 未来的身份只是半妃 然而现在王室却出尔反尔 宣布卡米拉即将加冕 成为大英帝国名正言顺的王后 折服了足足十多年 民众的反对情绪不那么强烈 查尔斯开始为妻子谋求王后之位 白金汉宫的邀请函上 卡米拉的署名是 亏英简直就是出尽风头 要知道曾经的卡米拉被视为邪恶女人 甚至到了人人喊胆的程度 现在却要风风光光举行加冕 偌大的英国王室全部俯首称臣 对卡米拉王后无比尊敬 只有哈利王子是个反例 在自传北胎里 不一余力揭露卡米拉的恶性 认为她是个恶毒的忌悟 威廉身为继承人 避免不了很多人情事故 对卡米拉不得不避恭避敬 哈利已经离开了王室 自动拥有了言论自由 对其卡米拉来一点都不手软 让大众直呼太过瘾 年轻时候的卡米拉风流倜傥 身边拥有众多蓝颜之计 是英国上流社会有名的交际化 正因如此女王不喜欢她 认为戴安娜纯洁善良 是最合适的王后人选 然而查尔斯却就情难忘 婚后依旧被卡米拉深深吸引 一直保持着见不得光的关系 卡米拉高调介入查尔斯的婚姻 深深伤害了人美心善的戴安娜 光凭这一点就不值得被原谅 如今英国王室格局发生了改变 查尔斯国王继位后 早已忘记了当年跟大众的承诺 不光不遗余力推荐卡米拉 甚至还要送上王后的宝座 色令制婚让人失望不已 其实六岁的卡米拉扶手双全 即将登上英国王室的大舞台 直接洗脱了伴妃的身份 不少王室专家都认为 伴妃这个说法只是权宜之计 一旦时机合适 查尔斯肯定不会委屈卡米拉 最为离谱的一点是 卡米拉即将封后的消息传遍全世界后 整个娘家也跟着鸡犬升天 五个孙辈都收到了邀请 将会为卡米拉提袍 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不少读者都为威廉一脉打抱不平 认为他才是根正苗红的继承人 却被卡米拉娘家人抢了风筒 始作俑者就是查尔斯 为了讨好妻子 顾兮被信弃 甚至伤害自己的至情 卡米拉整个娘家都会出席加冕典礼 甚至希望他们统统登上白金汉宫阳台 这样得寸进尺作法 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 认为他们根本没有皇室血统 不配跟威廉的三个萌娃平起平坐 为了达到独美的效果 卡米拉还禁止王室女眷佩戴王冠 这样自私自利的作法 暴露了卡米拉的内心事件 被打压和抨击了多年 终于可以闪耀一把 卡米拉的加冕礼即将举行 内心虽然忐忑不安 但是却无比期待 为了让子孙后代都拥有贵族头衔 卡米拉还在为前夫争取爵位 这个女人实在是不简单